小宝宝圆圆的脸蛋模样惹人怜爱 看着宝贝女儿一张张照片 妈妈的心真的碎了 完全想不到自己接种完疫苗哺乳 过没几个小时 母女竟然千人有隔 嘴上就是一坨奶泡 有参洗的奶泡 然后嘴角一直都有洗 痛到一人急救就已经来不及了 34岁的苏小姐在殡葬业服务 属于优先施打疫苗对象 21号下午4点多 她注射完疫苗 晚上11点多喂奶 两个月大的女儿当时一切正常 半夜三点多 她打算再次哺乳 惊觉女儿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怀疑和打疫苗有关 苏小姐难过的说 女儿都和自己睡觉 过往很健康 无法理解怎么会无故猝死 对此医师表示 在临床上没有报告指出 母亲注射疫苗哺乳 会造成新生儿猝死案例 医师说女婴猝死和疫苗不一定相关 而指挥中心也针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哺乳那一块当然专家会议会去做讨论 好不好 哺乳妈妈能不能是打疫苗 专家人在讨论 女婴猝死原因还没确认 得等进一步相应调查才能厘清 小小的生命来不及长大 记者廖文斌韩志欣王百英 台中云林采访报道